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关于看医生的时候空腹抽血化验的一个小问题 做一个医生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您是作为一个年检的话 通常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您最好做空腹化验 这个时候呢因为是空腹 那么它对您的血糖和三酸甘油脂的影响不太大 进餐吃饭了之后 那么抽血化验的血糖和三酸甘油脂指标呢就会增高 这就是空腹化验的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空腹化验的话呢 那么您的血糖和三酸甘油脂的指标呢就会受到影响 这有其是对那些有糖尿病的人或者是操心有糖尿病的人会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至于三酸甘油脂 这个东西呢我想在这里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三酸甘油脂是属于血脂的一部分 通常我们抽血化验的血脂呢包括 肿胆固醇 好胆固醇 坏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这几种指标 那么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严格来讲呢 是根本都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往往呢因为这两种指标都混在一起检查 我们通常呢叫血脂 所以说呢大家有时候就有点不太理解 我可以告诉大家三酸甘油脂 随着我们最新的研究进展表明 它对人体的心脏病灌心病的发病或者是人的长寿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呢如果不是空腹抽血的话 即使三酸甘油脂有一点增高 这时候呢也不要太操心 总的来讲呢在这里作为一个医生 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不是年检的话 即使不空腹抽血化验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